说动物的过灰如何处理 应在几天后处理 这个动物啊 神识离开他的身体 比人要快 一般人呢 这个是大多数了 大概是八个小时 所以八个小时虽然断气了 他并没有走 我们俗话讲 他的灵魂还在 没走 那么最安全的呢 十二个小时之后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 你给他念佛 给他祝念 非常有效果 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他要能接受 善根发现 真的可以往生 纵然不能往生的时候 他会能减少痛苦 所以这是好事情 所以动物的时候 他对这个身体的 流念呢 不像人 比人看得比较淡一点 所以他的时间就很短 那在我想前 顶多不过是一个多小时 他的身世就离开了 一个小时 超过一个小时的 决定不同 所以那个 过会的处理 可以把它埋葬 有时候 没有办法分化 我们看到小动物死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买起来 我在这个澳洲 刚刚到那边去的时候 没多久 有一只鸟死了 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 院子里面 靠这个围墙边上的 挖一个洞 它买起来 另外一只鸟 大概是他的配偶 就在那个地方 转来转去 转了三天 我们很感动 现在人的这个夫妻 不如鸟 好感动 三天之后才离开 你看那个低着头 就在那个地方转 非常感人 畜生还有情 有意义 人都没有